大家好,我是高祥,然后是来自阿里云,现在在阿里云,然后这个题目其实之前在19年大概左右,然后当时开源峰会有在China这边,然后有提过这个,但是当时它面临的主要的场景,然后是嵌入式相关的一些场景,然后这几年我们主要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本身这个EUROS这个文件系统,然后它的应用范围,然后从一个原始的 这个安卓的这个场景,然后就慢慢把它扩展出来,然后主要是今天想借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跟大家能够同步一下,然后这个文件系统最新的一些进展嘛,然后可能就大家背景可能不太一致啊,就是说首先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是做内核或者做文件系统相关的,可能会知道就是说这个EUROS这个文件系统,大概它是在 2019年左右,它正式进入了,正式进入内核是Linx 5.4,然后 它其实它,它针对的一些场景,就是我们最初那个场景,其实是我们发现了 安卓,或者就是说有一些性能比较,就性能比较 比较严苛,或者比较敏感的一些场合,然后我们去用一些 现有的内核文件系统,比如像Squash FS,然后发现它的性能 变化会比较严重,但是 我们又想去在一些镜像的一些场景里面,然后我们是能够做一些,做一些增强的一些工作,比如像断断断压缩,或者一些这些功能,然后能够,比如说在一些低端机,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然后能够提升用户的性能 这个是最初的,最初的 Use Case,然后呢,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后来发现,它除了嵌入这个场景之外,它其他的一些场景,比如像 就是现在这个云原声的这个容器这个场景,然后 它的容器倾向这块,其实也面临着一些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可能 对大家来说,如果你不是很 不是很关注这个事情,或者说你的部署规模比较小,或者一些 你可能也不是特别care,但是你比如说像阿里云,或者一些其他的 或者像字节,或者一些其他的 一些场景,这个它可能就会觉得 你的节点数比较多,或者说 你需要快速扩容的情况下,然后 你传统的这个容器倾向的 这个技术,就比如说像用TagZ 这种样的技术,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些 一些瓶颈,但是就这些瓶颈 可能目前来说,社区 包括这个整体的业内外,也有一些解决方案 这个,只不过就是说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这块 是能够,UOFS这个东西 也是能够去结合 这个容器镜像这个生态的,所以说 就又在这边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增强,那么 从整体行而言,就是说它 相对于其他的,比如说 我们大家之前可能也知道 一些其他针对容器 镜像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案 它比较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它其实 它是可以去做到一个 blockbase的一种 一种文件系统,那这个blockbase它 并不是意味着就是说我这个文件系统一定要使用一个快设备 或者是一定要使用某一种具体的形态,它只不过就是说 我这个文件系统它在设计的 它在设计的理念就是说 我的最小的IO单位就是一个block,而这个block是一个 是一个fix的一个size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不管是我用于我的 底层的戒指到底是用什么 我是快设备也好,还是说我是基于文件的 或者是就是一种裸的这种状态 那其实它都可以去适用这些场景 那么但是就是说我们做的,当时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在IO上就是说我做到一个块对齐 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更适合文件系统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么它就有以下的几个优势 就第一个就是说它其实是 本身刚才说了就是说它实际上它是块对齐的 所以说它开始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一个IO low上来之后 我不需要去做一些变换 这些变换就是对于对于我这个 以block这种fix这种设计的模式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种额外的开销嘛 所以说它就会,就因为这个原因它就比较去适合 比如说像DirectIO或者FIDEX 这个如果大家比较了解的话 就像FIDEX这个就,它实际上是适合在 host跟gaz之间去做这个,去做这个 镜像直通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技术 那么DirectIO它的好处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个镜像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用到DirectIO的一些场景 比如像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镜像 这些镜像可能是loop的一些形式 但是loop的形式如果你去使用bufferIO的话 你可能就是它就会 就是说它会占用两倍的内存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就是因为它做到了这个blockalign的这个data 所以说它就,这块就做了一些优化 第二个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这个目录相对来说 它实际上是支持随机访问的 那就相对来说它实际上相对于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归档格式来说 它其实就天生的就比较适合去做这种 做这种实时访问的这么一种场景 第三个就是说它本身相对一些其他 就是之前一些内核文件系统 它相对来说它的限制会更小一点 就是说它比如说在整个镜像的大小 或者是说在单个blob里这个大小 它其实都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我是不开压缩 就是不开任何一些高级的功能 那其实就是这个文件系统 它就可以去支持以下的这些功能 那这个就是说,这些功能就是目前来说 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场景里面 目前已经用到了 比如像如果大家了解OS tree 或者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今年有一个项目叫Compose FS 然后它前两天已经release了1.0 然后它里面使用的文件系统 已经使用了eurofs 然后后边就是像目前的机密容器 就是它是结合Nedas 然后我才去使用eurofs 去做这个容器镜像的这个 像机密容器里面的这个直通 然后Gvizor这个就是目前 我了解到的情况 就是目前蚂蚁的同学 现在也正在去做这个 然后它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它实际上我了解的 不是特别特别的详细 因为我不是做这块 就它原来它也是有一个 类似pass through FS的 但它中间就是说 它可能调用次数非常多 但是我其实我是可以简单的 使用内存共享的这种方式 我可以直接把一个镜像 直接通到它这个 Gvizor这个容器里面去 它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最后一个是Nedas Nedas就是我们在容器镜像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 然后这个场景就是说 当然它会有很多的形态 然后后面我会去重点去介绍它 那如果我要是不使用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Urofs 我就使用一个非常完整的 这么一个形态的Urofs 那它可以去支持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我正常情况下 我是可以支持透明压缩的 那这个透明压缩目前来说 是由是有这么几个算法的 当然就是说 我为什么最近 我们去搞这个Deflate 原因是因为目前 英特尔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实力 它是支持硬解压的 所以说后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上面 去做一些会做一些加速器 这么一些的使能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相对于就是说 我其他的这些 或者就是说 不管是用户态的 还是内核态的也好 它自身它实际上是支持着一个 可变的这么一种 快去宠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因为 刚才我们虽然说 这个Block它是Fix的 但是这是指的是 它没有被就是 没有被编码的状态 如果它是被编码的状态下 那它其实它的这个 目前来说这个Extend 它实际上是一种 可以变动的这么一种场景 那这种场景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的去宠率 相对于这种Fix的这种场景 它可能会更高一点 因为有一些文本 它可能只是在中间 增加了几个字节 或者删除了几个字节 就像这种文本的这种 这种应用 它可能就是 你传统的 如果你是块对齐的这种去宠 你可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说 它也实际上是 也是支持 这个就是 传统意义上 像SquashFS 它支持Fragment 这种一种特性吧 那么这个也是相关的一些应用 那这些应用 其实目前来说 就是我们 关注的比较多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 后边会打造一个 就是YouTube 原生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 容器进行的 这么一种形态 然后可能就是说 昨天也有 阿里云的同事也 其实也聊过这个 就是说我们后边 可能会做一个 Connected built-in 的这么一个集成的事情 那它解决的问题 就是后面也会去讲 这么一个事情 那就是接下来 这就是两个文档 第一个就是说 内核的一个文档 然后就是包括 当时的一篇 ATC的一篇论文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本身 Eurofs 现在已经支持这些 发行版 那它发行版来说 其实基本上 社区的发行版 已经全面覆盖了 然后我们最新覆盖的 一个发行版 实际上是Sintos的 Stream的9 但是这个目前来说 它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然后其他的一些 除了发行版之外 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一些 目前的一些应用生态 主要是 就主要是两点吧 一点就是结合 Nedas跟Cata 这么一个生态 然后可能就是 去这么输出相关的一些 E2E的这么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还是 最近蚂蚁的同学 确实也在去做 Devizer这么一个使能 然后这个 可能目前来说 社区还是比较积极的吧 然后这块就是 后边看来能不能 真实的去把它推向落地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态 就是安卓生态 安卓生态 这个可能大家 就是这个会场可能了解的 大家可能关心的不是很多 但是其实 从目前安卓生态来说的话 国内的 基本上大多数的一些移动厂商 其实内置的文件系统 目前基本上都是EUROFS 然后 后边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些形态 就是说本身EUROFS 它实际上 我虽然说我是个内核文件系统 但是我内置的 这个用户态程序里面 也是有个FEUS的形态的 这个FEUS的形态 然后也是可以支持它 去实现一些基本的 一些跨屏形态的功能 比如像MacOS或者一些其他 一些形态 但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 就只有MacOS 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如果是 如果你考虑到非容器镜像 比如说我想考虑 我想把容器镜像 跟OS镜像 或者一些其他镜像 我去结合了这么一种情况 那可能就是 我们还会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 比如像这个 Glowloader相关的一些集成 比如像 Uboot 然后我们已经在去年 已经把它集成进到里面了 然后 Grab这个目前来说 它实际上是 它是处在一个特性凍结期嘛 所以说但是从目前的角度上来说 可能 会在下一个版本的 这个Morture window里面 也会进入Grab的生态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些戒指 那么就是说 其实回到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 要在这么多的场景里面 要去使用Ulfs 就是说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就内核文件系统 可能都比较多 就是说你不管是 常见的EIT4 XFS 或者一些其他的 一些文件系统来说 它可能就是 部署量也比较大了 然后为什么 我们要在 要在这么一个容器 这么一个生态 要去使用Ulfs呢 它其实 会有几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面临的场景 不是一种虚拟级的镜像 而是一个容器镜像 来说的话 它其实 它会有一些 额外的一些要求 你比如说 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是一个 容器镜像的话 那它其实它相对来说 就是说它是一种 更轻量的方式 那其实一些 文件系统镜像 那这些文件系统镜像 如果它作为内核文件系统的话 它可能会让你的节点 整个里会崩溃掉 那其实我们 如果你选择一个 非常简单的 这么一种方式 那其实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说 它比较适合可重复性工件 那可重复性工件的原因 确实也是因为 上面的一个原因吧 就是说它本身的核心的格式 它其实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种样的方式 其实我就可以做到 我的原数据 其实是可以精确可控的 那你包括 就是说目录像 包括一些扩展属性 全部这些东西 都是经过了 严格的排序的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我不管怎么样 我只要是相同的数据 我不管我在一个什么时刻 我在哪一个节点 我是大端还是小端上 我最终我做出来的这么一个 镜像都是唯一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本身它实际上也是 对于这种镜像生态 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它确实就之前我们一些 硅档的一些格式 不管是TAR 还是CPIO这些 它确实就 它确实就只适合硅档 它不太适合你去做这么一个 运行时的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文件系统的 这么一种形态 那其实就是说 包括它 它本身是可以去Seekboard 然后它本身也是可以随机访问的 再一个就是说 它本身它也可以用在 容器或者是OS 这种联合的这种场景里面 那其实都会 都会比较有优势吧 因为OS场景 如果你启动一个超系统 你可能就是需要的是 一个内核文件系统 那可能就是一些 其他的文件系统 就不是很合适了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其实 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去发展 这块的生态的 就是说这块 我们后续的一些功能 包括一些增强 不管是透明压缩 还是去虫 还是包括整体的这个 对镜像这个 直通的这么些场景 我们其实都在去开发一些 新的一些特性 那这些特性的后边 其实都会去辐射到一些 最终的一些端次的 一些场景 这个 我想拿出一个 非常重点的一个事情 来去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 很多人到最后我去想 那其实我 如果我去 很多人首先他去想 如果 如果我想去 比如说想去使用 个暗虚加载 或者说我真的想去使用 个镜像文件系统 那我就直接使用一个Face 那如果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说 Face可能 它确实就是说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极端性能上 会相对来说 比较差一些 或者就说 比如说像函数计算 或者一些场景里面 它部署的 部署的那个 部署的实力比较多的情况下 确实会存在类似的问题 那我其实我就可以去选择 一个快设备家内核 文件系统的方式 那其实一个 非常直接的方式 那就是我 我可以去选择个EIT4 那EIT4 它其实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最近我们这几个月 内核社区 其实一直在去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说 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你不要去直接去 Auto mount一个 远程的一个EIT4 或者一个XFS 这个文件系统 它最直接的原理 最直接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它这个场景 就是说 首先你 你不管是 如果你是用在一个 虚极镜像里面的 我们认为你的安全边界 是在一个虚拟机里面 但是如果你是个容器镜像 容器镜像里面 那你其实 你这个镜像本身的来源 对它来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个位置 那从它的角度来说 它就认为 你这个安全边界 它们是社区是不管的 那它不管的原因 就是说 我首先 我不管是 我CMD 或者一些其他的 这些场景 那我就不会给你去做 这么一个Auto mount 那其实这块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说 我们确实就没办法 把它用在一种 就相当于Round C 或者这种 这种容器镜像的 这种场景里面 那其实这块 我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安全的一些Demo 然后当这是 事先录好的 就是说这个Demo 就大概去看一下 就是这块 我到底如果 去采用个EIT4的镜像 到最后 我可能会存在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那首先就是说 这个我现在选择的是 一个Centos 8的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它 这个方案就是说 它其实它内部 选的文件系统 目前是EIT4 所以说就是说 我这块 就是首先它这边 我会简单的 用一个Ctrl D 然后我这边 会起一个 它的一个snapshot 然后这边我就会 相当于来说 我就会 去加载它 这么一个 远程的这么一个镜像 当然就是说 这个目前我去选择的是 一个Centos 8的 这么一种场景 那它其实它 默认的文件系统是 XFS 所以说它一开始 是没有EIT4的 那如果我去加载一个 正常的一个镜像 比如像Basebox 它自己去做了一个 合法的镜像 那它其实 它正常来说 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假如说如果我 我这时候我真的 我去看这个地方 它其实它也挂出了 两个远程盘的 一个EIT4 但如果这个时候 我这个镜像 如果是我 恶意构造的 就是我 我现在构造了 这么一个镜像 那它可能到最后 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首先 这个地方它就卡住了 卡住了之后 然后我这边 我这边整个这块 就全部都卡住了 那它本身的 它这个snapshot 本身也卡住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也是杀不掉它的 那这样到最后 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的 本身你的镜像仓库 或者是哪个地方 去存了它这么一种tag 它这个加速的 这么一个tag 那这个tag假设说 如果你的镜像仓库 里面有个账号 或者有些可能会存在 这种问题 如果它镜像是类似的 这种镜像 那它可能就会 对你的整个集群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demo 那第二个demo就是说 我还会有一些 除了hung这种样的情况 我还会有一些情况 就是它可能就直接就crash掉了 就是那它其实这块 我就没有直接 再去做一个demo了 那这其实也是一个社区 一个已知的 一个poc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它就是 如果你去直接去挂载 这么一个镜像 因为我没有去做一个 团团团团团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它其实你挂载之后 你去直接一列目录 那整个这个集子 它就直接去pandink 然后就重启了 那这块我就简单去做一个对比嘛 就假设说 如果你真的在某些场景里面 你真的要去选择一个内核文件系统 那其实就是说内核文件系统 这块我个人认为 还是需要去做一些考虑的 当然如果你的场景就是说 你本身你用fuse 或者用一些什么其他场景 你认为就足够了 然后你本身也没有遇到一些瓶颈 那其实也本身也没有问题 但是假设 如果你现在选择内核文件系统的话 当然就这几点 是我特意选出来的几点 并不是说EIT4跟XFS 就是一定是差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是站在镜像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去说 目前来说这块 到底会有一些什么优势 你比如像一些metadata 本身的一些灵活性 然后包括它镜像大小 然后可重复贡献 这些其实之前都已经 大概都说过了 那当然唯一就是说 如果你去选择SquatchFS 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碰到 我们之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可能性能 会相对来说差一点 那这个如果你 如果你不是很care的话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 SquatchFS也是一个 可以适合去做镜像的 这么一个场景 那再一个就是说 我现在就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 这个本身这个文件系统 它的一个最核心的 这么一个格式 它其实相对来说 它不会比 就它最最最最 最核心的格式 它其实并没有比TAR 或者CPIO会复杂多少 它其实 我做一个文件系统 那我刚开始 我肯定也是 就是会有个超级块 那这个超级块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我就是一个比较精简的 因为确实它就是 只是用在镜像 或者硅档 那么一个场景 那它目前来说 它就只有128个字节 那如果我是 iNode的话 iNode就相对 EIT4或者一些 就是一些相对来说 可以读写的文件系统来说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 它会成倍的去减少 比如说我像 EIT4的话 一个草本大概是256个字节 当然 它中间它占了会少一点 那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 我使用UOFS的话 那它其实目前来说 如果你 这是针对你不同的需求 如果你的需求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你32个字节就够了 如果你是一个复杂一点的需求 那就是64个字节 那它带来个好处就是说 我32个字节跟64个字节 比如说我是一个4KiO 那其实我来iNode 都可以一起楼上来 那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删除 就会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从 从这个目录的角度 从目录的设计上来说 它其实就是说 简单就是做了一个 字典序的这么一个排布 当然就是说 会有一些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一些其他的排布 会更适合去做一些二分 但是就是说 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 就是本身这个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在列目录或者一些场景 能够最终 能够输出一个严格的字典序 所以说 我们当时选择了这种方式 当然就是说 它除了去选择 它除了去使用字典序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确实做了一些随机访问的 这么些增强 就是说 比如说我去做一些 lookup这种操作 那它其实 它就是能够 快速地去找到 对应的目录像 这个就是说 我本身的use case 那第一个use case 就是说我 本身这个东西 可以用在快设备上 能用在快设备 对 它一个最经典的场景就是 还是之前讲的那个场景 就是安卓这个场景 安卓这个场景 它就是固件的场景 所有跟固件相关的场景 都是比较 目前来说 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生态了 那右边来说 这个事情 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个云场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形态 那其实我们是可以 直接把容器镜像 直接把它导成 EROFS的这个格式的 那这个格式来说 它就本身 我是可以直接 我可以直接 对这个OCI的这每个TouchC 我就可以直接 对这个盘的 对应相关的这个区域 我直接去导出 对应的这个数据 然后最终 我主要去生成一个 我末竹之后的 这么一个原数据 那它其实 它每层的这个数据 从它这个 从它自身的这个 存储的后端来说 它是可以去复用的 那我最终 我去导出这么一个盘 那我这个盘 我实际上 我就可以直接 自己就可以做到 原生的暗训加载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说我可能就是 这种状态 我也不需要去做一些 一些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手段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要求比较高 这个方面的一些事情 我们目前的社区上 也正在去做这个事情 也只是说 它还没有到一个完整的 一个E2E的 这么一个状态 第二个就是说 昨天本身 我们当时有说了这个 TARFS的这个 这么一种形态 那这种形态 其实它实际上是 相当于把刚才 我这个存储的这个形态 把它搬到了节点侧 那搬到节点侧 它省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本身我原来 我容器镜像 假如说我有 像WordPress 或者一些其他一些 经典的镜像 可能它的层数会特别多 那可能 我们传统意义上 我们可能就是说 我们会把这些镜像 去做一些精简 但是假如说 如果我们不会去 假如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 优化的手段 但是现在这些 如果我们把这一层一层 分别去解压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 它确实会影响 这个性能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这边 就会做一个免解 就相当于免解 包的这么一种方式 就是相当于 我会直接把每一层 这个TAGZ 就直接去转成了 这个文件系统相关的 一个这么一种数据 然后在这种数据的情况下 我再去 当然这个 我每层这个数据 我可以直接去挂文件系统了 当然就是说 比较更适合的方式 就是说 我在这个 并行转完了之后 就是这每层 都是可以并行转的 我并行转完了之后 然后我再简单的去增加 一个墨值之后的一个原数据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我就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视图 跟可写层 然后去 去做这么一个最终的 这么一种视图了 那这个视图就是说 从整体而言 它就是说 它可能会有几个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说 它确实在一些小文件的 一些场景 就是如果它镜像 小文件会比较多的一些情况 确实会 比较去影响你这个 整体的这个 节点上的这个IO 就是你本身镜像 当然你镜像 如果你本身做了隔离 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说这样会进一步的去 会去减少你小文件的这个原数据 第二个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我现在 因为我每一层现在 最终还是一个文件 我这样这样的话 其实我这个文件 我自己是可以去加一些 数据保护的 那这个数据保护 比如说我可以去加一个 immute 或者是说 我就简单去给它加一个 FS variety 我可以加各种各样的功能 那这种功能其实 你不管你的节点中间 如果你崩溃了 或者做一些其他一些事情 那你其实你是可以 第一时间你去发现 你当前这个层 你数据是破损了 那你破损了之后 那你其实你就可以去 做一些恢复的策略 而不是像 原来这个TARGZ 我直接把它去解包到一个 对应的这个目录里面 你去去找这么一个 找这么一个 找这么一个有问题的文件 会现在来说 会比较简单一点 这个 这个case就是说 我们刚才是介绍两个case 主要还是说 跟快设备相关的 那其实我本身 UOFS 它现在也是支持一种 文件级别的 这么一种导出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就是说 我是 我就不需要去 去经过这么一个 快设备的那种形态 我其实我也可以直接 直接去利用 我这个节点上的这些文件 那它目前来说 一个比较典型的use case 就是跟 Dragonfly的Nedas 去进行结合的 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成熟的生态 这个生态目前来说 也是主要是 阿里云跟字节 这块在工艺上 这么一个事情 那它其实它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是一个传统的 我是一个传统的 案去加载的话 那其实我 比如说我采用fuse 或者一些 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 那这些技术 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 如果我的 我本身我节点上的page cache 如果失效了 我最终我还是要回一次 用户态的 那如果我要是去采用 fscache的这种 这种样的方式的话 那其实它就只会去看 你这个节点它本身的 这个定的数据 到底是不是ready 那如果你是ready的话 它其实它的IO 都是直接在内核里边闭环的 而不会再像这个用户态的 这个demon 然后再进行 再进一步再去发相关的请求了 那其实就对你这个 就相对于来说 第一是会提高性能 第二个就是说 对你节点的稳定性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这个 这个是个demo 但这个demo 其实我 就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 在fscache上 然后能够 怎么说呢 用fscache这个技术 然后相比原来 这个ociv1的这个技术 然后它能够做到一个暗虚 那其实这个感觉 它可能也不是 不是特别能看出来 但是从 这个 本身的这个东西 也可以直接在 Nadas官网上 然后也能够去找到 相关的一个 录制的这么一个视频 那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 最终就是说 它实际上就是实现了 一个暗虚加载的功能 这块我就可以 直接跳过了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use case就是说 今年我们确实 一直在去讨论 就是说确实社区 最近在这个不可编 基础设施这块 就一直在做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案嘛 那其实就是说 从去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一直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Compose FS Compose FS 就是说 它 它最初的理念 其实是源自于OS Trade OS Trade 它其实 如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话 就其实它是一种 基于硬链接的这种 这种本身的这种 数据去从类这种思想 那其实它是 中间它会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硬链接它本身 它实际上是 自己会有些限制的 比如说它可能就 举个非常直接的例子 就是它确实不能够跨盘 所以说 就是说 OS Trade那边 它其实 但是它自己 它会有自己的一个 镜像的生态 然后它那边是想 基于OS Trade这边 进一步去做一个增强 然后这边它就提出了 Compose FS 这个 然后Compose FS 它解决的问题就是说 我可以实现一个文件系统 这个文件系统 我最终是能够把 把我这个具体的 具体的这个 它自己这个Data Layer 里面的这个 这个 CIS的这个数据去做 重定像的 那其实这这块就是 最终最终我们 在社区 包括就是整体跟 黄瓦这边不断的努力一下 然后这块目前 是 目前来说是 把 EFS整体的这个 集成进来了 然后集成进来之后 然后目前前几天 然后Compose FS这边 已经发布了1.0 然后后面可能 它会在 OS3这边的整体的这个里面 会去使用这个 会去试验性的 使用这个文件系统 然后后面会逐步的 去铺开一些场景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 一个整体的在这个 Rail那边的 一个合入的一个链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说这个 Gvizer这个 Gvizer这个确实就是说 也是看到社区这边 它 它确实有些直通 直通的这么一种场景 那直通的场景 其实我实际上 我就可以去使用 一些镜像的 一种场景 那其实这边它 已经提出了一个PR 提出了个PR 然后它在使用 UTOS去做这么一个 镜像的一个制作 然后再加上 其实就类似于 之前那个镜像的转换 然后制作完了之后 然后直接把它通到了 它自己的这个容器里面 那这个目前 在社区正在讨论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稍微的去看一下 就这块 讨论那个进展 目前来说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乐观的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考虑到 我要去使用这个文件系统 那其实就是说 我还要考虑 它能够给我提供一些 什么额外的一些增强 那一个比 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增强 就是说它自己确实 内置了一个透明压缩 那透明压缩 透明压缩这个技术 就是说你 如果你用在一个 远程的存储段 其实你是可以去 整体的去节省 Io流量的 那包括你 包括你在一些 相对来说 你怎么说呢 就是用来去存 镜像的这种云盘上 可能也本身的Io不是 它本身的Io性能 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那其实你也可以 利用这个压缩的技术 来去提升一些性能 那其实就有点类似 安卓低端机的 这么一种方式 那其实这块它相对于 相对于就是说 目前社区的Scrash FS也好 它目前有个滚动 滚动压缩去虫的 这么一个功能 那其实它相对来说 这边有几个workload 第一个workload 就是说我这边 我这边是使用了 那个VG百科的里面的 就两个时间的快照 那它其实它整个 加起来有1.8个G 那1.8个G的话 1.8个G 那如果我是采用 纯压缩 比如说我是使用 Scrash FS这种压缩 那其实它可能压出来 比如说就像 上面的这些压缩 它就是这么大 但是如果我去采用 滚动去虫的话 其实我本身它自己 因为它这个中间的 这个时间跨度 并不是很大 它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一些 文本上的一些去虫 那它去虫之后 大概比如像 如果是采用这种 四开的这种方式 那其实会有个 5%的收益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 如果你压缩 你的后边的压缩单元 如果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其实它更多的收益 是压缩 那其实它去虫 就是说因为它去虫 本身它已经 作为一个自己片段内部了 那它其实这样的收益 就不是很大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是去做 这个本身圆码归档的话 那其实就是说 这边它也会有一定的收益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最近社区一直在去讨论 就是说我这个容器镜像 其实有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安全的小班们 就是说经常会发一个 比如说有的时候 从去年10月份 到今年这个时候 那可能就是说 这种小班们 这种情况 其实相对 我觉得这个数据 当然放出来 我觉得也不是 就因为它很多 可能就是文件数 它确实就是 完全相同的一个文件 但是就是说 就从最近社区 确实也在讨论 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但是最终这个 最终这个数据 确实来说 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就看起来是比较惊讶的 但是从整体而言 它其实小版本之间 它最大的事情 是它文件完全相同 它只是说 我会有一些部分的文件 我其实做的一些增改 那其实你 但是如果你是相对于 就是我这种 如果不采用果农去虫的话 那其实 还是会有一定的收益 但是如果你要是 站在整个节点上去看 那如果你去解决 小版本的问题 那你这个 确实它会有一定的收益 后面就是说 有一些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后面 要去做一些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边 就要去做了第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这边 确实要去做一些 针对这个 压缩这块 我们会去做一个 硬件 硬件 透明解压的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 大概也会在今年年底 好像内核 这边主线就会去落地 第二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这边也会去针对 这种 就是ARM这种形态 那它其实可能会使用 64K的配置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去 把这个压缩这块 去适应这种样的形态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确实就是说 我们除了去支持 就是去支持这种 这种加速器之外 我们确实也要支持 这个 这个Standard的这种 压缩算法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会跟社区 其他相关的一些 就是容器 包括整体的 KPS相关的社区 然后来去进一步的 去把我们这个 用户态度工具 然后去做一些 云原生相关的一些增强 我其实我差不多 我就讲到这里 就是看看大家 对这块相关 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或者就是说 这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就是跟我联系 就是说这块相对来说 都比较开放的 如果大家确实就是 有相关的一些需求 然后确实碰到了 相关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这块都是 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是能够给大家 提供起到一些帮助的 我只是就这么说 然后这块也是比较开放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今天结束好吧 谢谢大家